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日本放水,兩會重啟 成交收縮,闖頂不易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恆新指數表現了448點 收報24280點 成交只有871億 不算多 今天港股衝上去 第一個原因是日本放水 第二個原因是衝景內地重啟兩會 有機會 還有,其實海外、歐洲的疫情有所好轉 亦是預期意大利有機會解封 總共利好的因素,包括香港來講 今天亦是零確診 一直有好的消息出來,支持市場反彈 奈何,一直彈上去的時候 成交就不是很多 今天八百多億,九百億都不夠 雖然能夾上來,但不是很大的成交 就會令人擔心,這個夾上來都是為了結算 因為明天就是結算了 結算之後才見真章 即是要等到五月份 因為五月份 就是去到傳統的五窮六絕月 今年究竟是否又會五窮六絕 慢慢地萬流美代呢 跟大家分析一下 先講今天恆生指數的走勢 大家看看這幅走勢圖 記得上星期四的時候 跟大家說到黃金不交叉腳 那時什麼叫黃金交叉腳 就是十天二天線 那時夾住 上星期四就是這一天 十字星夾住的 星期五都是十字星 都在十天二天線中間 因為那天剛剛二十天線看到 在下面那裏就叫做收回上來二十天線 到今天就終於走穿了十天二十天線 其實那時跟大家說 要等它明確方向 現在走到上去 似乎好一點點 好一點點 就有機會上闖什麼呢 五十天線和前浪頂 即是上星期四月十七號 十日前做的 這個四月十七號高位 就是26,666.2666 很容易記的 大概五十天線都是那個水平的 現在就是上闖這個位 升得穿上去 當然了 那就有機會 是一個比較明確一點的 就是再走一段浪的了 再走一段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上高這裏有兩個下跌的口 起碼到時有機會回補三月十一號低位 這個下跌裂口 這個是去多少呢 就是25,140 即是說如果升穿 50天線 26666前浪頂這個位 就有機會去到25,100 至於這個下跌裂口 當然到時再看 因為這個五窮六絕月 上到去的時候 可能都是 在那裡很牛皮 在那裡慢慢想 就是騙人 很多假動作的 所以到時要臨場再看了 現在來說 可能上廠 但是今天成交是少的 記住 就不要那麼一面倒 就說一定是市就很好 的而是轉了少少的勢 因為黃金交叉 那個十天二十天線 現在站了上去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稍稍樂觀一點 但是不要完全太樂觀 好了 你看國企指數 今天衝到上來 已經碰到一條五十天線了 前浪頂 即是1月4月17號這個高位 是9926 9926 今天最高的時候 去見過9900 9900 就是差26點而已 很接近的了 有機會各自率先上 破都未頂 但是如果你說 很好嗎 又不是的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內地 如果真的說 重海 這個兩會 會很大刺激的話 應該A股也有得上 A股今天也有得升 升少少而已 只是升0.25% 國企指數升成2.27% 因為內銀、保險 今天升得很好 重磅的內地金融股升得好 所以帶動上去 但是內地的重磅金融股 又不算特別好 上證指數今天升0.25% 都是有機會上廠的 但是總之升勢就不像香港那麼多 所以你看到今天香港上升的 雖然有說是因為可能召開兩會 但是實際比較大的原因 都可能和海外的原因有關係多些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日本放水 日本央行 就說到 宣布取消各債購買限制 即是每年 約80萬億日元的上限取消 即是可以買很多 無限量 任何它買 這個固然市場都預期了 另外 它也說到 維持利率在負0.1% 以及要將10年期債息的收益率 就要按到它去承諾 引導它 即是按它下去 去多少 去零 10年期債息引導它零 如果10年期債息是零的 那即是短於10年期的債息 就可以說全部都負數了 那即是為何會負數 它不斷會買 它不斷日銀子會買 大家明白了 這個道理 所以為何剛才開始說的題目 日本放水就是這樣 另外 還會購買公司債和商業票據 持有的上限會提高到20萬億日元 期限延長到5年 也承諾積極購買國債 會買國債之餘 還會買商業票據 商業債 即是很多大型日本的 商社發行的債券 都會有日本央行 跟它包底會買的 承諾會買的規模 去到20萬億日元 好了 日本大放水 日元 大家看圖就見了 衝印上去 所以恆子很像它 它就想闖頂 所謂闖頂 即是4月17號高位 一樣是4月17號 恆子也是 恆子是24666 各指是9926 這個位置 日本是19922 很接近2萬 很接近2萬 如果能夠穿2萬上去 日本股市 日本股市會有機會走 一浪高於一浪 也有機會回補 這些下跌地口 中間也有很多下跌地口 所以今天港股很跟進股 也是因為入股放水的原因 好了 港股關鍵有幾隻股份 大家留意一下 騰訊420元的阻力位 今天收413 很接近 看看有沒有機會衝穿上去 這是市場最關心的 因為這是領導大市上的股 但今天最主要是一些中資金融股上 好像招商銀行 今天升至3.6% 亦都是似想衝環行區的頂部 實際上今天高位最高是35.95 已經是高於4月17號高位 4月17號高位35.75 所以這隻率先有機會上 其他的內銀 譬如建行、工行 都升2.幾個百分 都是帶動今天的市場上升 主要動力來的 保險股裏面 以太保今天走勢最美 升4.幾個百分 2601 今天收25.05 這個位置亦都高於4月17號高位 4月17號高位是25元 今天收市價都已經高了上去 所以保險股以這隻領先一點 似乎也是上法力 內銀內險法力 所以為何今日國企指數走勢 是會強過恆生指數 亦都大家明白 現在的市場 其實是在炒什麼呢 就是落後那些 你見到騰訊 再看這幅圖 你見到騰訊 它不是很強勁的 升勢 成交亦都不強勁 所以很強勢的股 即是說大那些 大籃籌那些 反而這陣子其實是停下來的 就要靠些什麼 靠那些弱那些 即是沒有那麼強的那些 去帶動它上 好了 還有什麼 如果你不玩這些 其實市場 因為成交不是很足夠的 大市是否真的一定上得到 現在還是一半半的機會 可能六成有機會 因為衝了上去一點點 還有很多就是提財股做得好 今天教育股繼續做得好 例如新高教2001 繼續升5.8% 希望教育1765 再升7.2% 宗教839 再升8.8% 思考1769 再升8.7% 教育股上個禮拜 我已經講過了 就算沒有時間 最後的時候 都跟大家講了幾個教育股 教育股板塊 這個值得留意 好了 生物科技股也跟大家講過這個板塊 繼續做好的 例如康熙樂 即是說內地做疫苗那種 有機會新冠肺炎疫苗那種 6185 今天再升10.9% 收161.9% 早前它是因為配股跌了下來 現在由倉上去 3月中的時候 80元左右 現在是161 升了一倍 OK 康芳生物 上個禮拜五新上市 今天再升13.2% 收27.5% OK 啟明醫療 升4.5% 2500 編號是 信達生物1801 升5.8% OK 好了 還有一個板塊 今天走得比較好的 值得大家留意的 就是燃氣板塊 燃氣板塊入面 以384 中國燃氣 升得最多 升10.5% 另外華潤燃氣 1193 升4.3% 新澳燃氣 26800 升5.4% 135 昆仑能源 都升5.4% 好了 燃氣股基本上 都是一個 今天 可以說是一個新的 爆出來的一個板塊 比剛才這麼說的那兩個 就是說 教育 生物科技 那些 其實那些已經炒了一段 今天輪到燃氣股 也值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 總結而言 今天港股 因為日本放水 和憧憬內地 可能兩會 就快要宣佈兩會重啟了 所以 走得比較好 但是 成交偏弱 所以整個大市 可能是為了走上來 有期期結算關係 明天結算 所以有這樣的走勢 問題是 結算之後 還有沒有可以上 這個下個月 即是五月份 建真章 大家都不能夠忽視 這個五窮六絕 所以 到這一刻為止 都不要說 那麼全程投入 如果大家 不想那些 大市的走勢 就是 題材股那裡 比較適合大家玩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了 多謝大家收看